究竟圆满的善根是什么呢 就是那一句阿弥陀佛 心里都有阿弥陀佛 意义里都是善根 讲故啊 口念阿弥陀佛 你口里都有善根了 身 行阿弥陀佛之行 你不其实身口意都居足善根了吗 而且三善根 功德无量不变 不但自足 而且能度一切众生 但这个善根要坚固 坚固说 决定不为外面境界 所干扰 不能为外缘所转 这叫经过善根 我心里只有阿弥陀佛 出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这真经过阿弥陀佛 心里有阿弥陀佛 还要放一个观世音菩萨 行不行啊 不能说不行 比不上纯意的好 我曾经看到 映光大使 他那个官房 我参观他的官房 他官房 佛堂里头 只有一张方桌 比如我这个桌子 它是方的 我这是长的 没有这么长 方线地 有消防桌子 只供一尊阿弥陀佛 没有其他的佛像 这专啊 没有观音之知 只有一尊阿弥陀佛 在苏州 我看到是一堆拉台 一个香炉 一个墨鱼 一个小沁 就那么简单 阿弥陀佛面前供一杯水 阿弥陀佛后面 祖师写了个大字 死字 贴在佛的后面 恒大 那个字 我就看了 真叫专一 那个顾不可怕了 你在那里看到 映族的善根 不但身后 无量不变 口里头一天都 我念阿弥陀佛 每一天 礼拜阿弥陀佛 他在官房 官房很小啊 不出来 拜佛式运动 身拜佛 口念佛 心降佛 这给我们做榜样 请不吝点赞